台湾市新市区是白蓮媒的故鄉 道理豪遊工作已經十九年 由於受到以前的影響 区公所停辦三亞文化瓦棠 改用那個維定的方式來進行選團 在今天是以社群媒體特報的方式來行銷 將在地文化提供出去 白蓮媒體特報瓦棠 今天最好在新市区 三里聯合瓦棠中心高興 以老丈新團為主題 安排口水的事團開場演出 當時特水果表演 結合流中興三台 各大提供的地方在山 在八十歲說他們的故事 讓這些學生小孩在學 裡面有一句話 他們都會說 啊 流不流 我們也有法度人告我們流手頭 把我們的台灣文化 這樣繼續讓生團流下來 這樣就是我們今天這場戲 最重要的這個點 白蓮媒體受到疫情的影響 能算三點滑倒入紀錄板 但蝴翁蘇對提供的工作 也太盡辦法 透過民視特報的方式 並且結合紀錄皮雙團 行銷在地文化 18年前白蓮媒差不多九十幾棟 現在剩三十幾棟 就稍微因為國際的開發 沒有 我們也希望把白蓮媒的故事 文化傳承下來 讓我們這裡的醫藥 我們的效果都知道 我們這個地形 我們卡帶的所在 有這個白蓮媒的故事 讓大家吃到 很快樂的住民 新吃的白蓮媒 歡迎來新吃 讓我們請白蓮媒 蓮媒體 這齣特報多年 助長環保在城外的主地 口水藝術表演 所使用的白蓮媒手 跟古卡拉丘丁豆菇 由新吃茶菇中壁利用報紙 火氣冷鏡 在環保避受品再利用來製作 高隆也關出白蓮媒褲子 在網路特報消息 買出的經驗也關進 新吃庫農所做公益 記者送迎賀 新吃庫拆放不得